灌篮高手对于八零,九零后的大家应该会非常的熟悉吧,因为它真的可以说是承载了我们整个青春。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上高二的时候,在班里看冲锋那年这部电视剧,其中的男生,女生都非常的喜欢看。 灌篮高手而这部剧播出的年代就是八十年代,小编依稀记得当时男主角为了让自己心仪的姑娘为自己画一幅灌篮高手的封面图,可是浪费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说起来这部作品真的是风靡一时。 如果现在作者敢播放出一个电影版或者是电视剧《我想票房》,肯定会创一个历史新高,别说是十亿有可能会是近几十年以来最高的一次。 毕竟我们这两个年代的人是坚决会去看的,因为我们追的不是电影,而是对青春的回忆,就像前一段时间所播放的后来的我们,很多去看的同学或者朋友都说,剧情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追的是情怀。 本来在五十周年的时候说,推出了一个重制版,但是很多网友都等得不耐烦了,也没有看到最初的结论。 然而更过分的是不久之后,又有另一种说法,让所有人的希望在没有萌发的时候就破灭了。 但话说回来,紧张雄艳也是为这部漫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完成浪客行这部漫画之后,就对灌篮高手进行了一定的改变,并且通过这细微的变化,让很多人从他的重制版中看出了不同的风格。 无论是同人物的外形,还是剧情方面都有所改变,但不仅还会让人想起之前的未重制版。 毕竟虽然当时画风简单,但里面的剧情非常的吸引人,让人感觉内容丰富。 再换另一种说法,当时自己正处于青春期心里满满的都是激情,看到里面的主人公就会将他想象成自己随着剧情的变化。 每天自己的心情也会有所不同,就像现在追星的朋友们一样,看到自己的爱豆每天光鲜亮丽,自己也会感到非常满足。 毕竟这部作品对于我们来说,在当时是一级一级的追悄过来的,里面承载了我们儿时所有的回忆,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想要为自己的青春增添一份光彩。 所以,当看到这版重制的漫画时,我相信非常多的漫民内心是激动的。 为了不让我们的青春留有遗憾,我们可以选择将这部重制版进行收藏。 从儿子之后想要回忆的时候,有所依赖,尤其是全国大赛,这篇其实在之前是留有遗憾的,毕竟没有在这场大赛中看到湘北英勇的身影。 其实,我们更可以通过观看重制版中的这场大赛,让景上熊燕老师看到我们大家,还是非常喜爱这部动漫的。 对他之后的更新,更是充满了期待。 当然,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在全国大赛中为湘北塑造一个属于他的无冕之王应有的归属感。 当然,如果我们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动漫,其实也可以让作者为我们精心打造一部属于灌篮高手的电影。 这样也不枉我们让其伴随了整个青春了。 小编真的希望作者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考虑。 我希望众多的粉丝们与小编一起共同呼吁,让我们心中的全国大赛重制版早日到来再换一种说法,就算有一场大电影。 小编心里也是非常满足的,毕竟在很多人的心中。 我们对于青春回忆的情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衬,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老去。 就要抓住青春的尾巴,让我们的青春在最后战线,它最光彩夺目的,一面不是说,后期的努力也非常重要吗? 我们大家对于灌篮高手有怎样的期待呢?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中,对他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义,换种说法是你们之间的小秘密。 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实大家越来越爱回忆,不管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还是小时候与小伙伴共同经历过的事情。 但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属于这些,真正伴随了我们整个青春的情怀。 因为有他们我们的青春才更加的精彩夺目。 小编对于灌篮高手日后的发展,真的是充满了期待在日后我相信也会持续关注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它见证了自己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 希望作者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早日对其进行下一步的打算。 也好让我们这些粉丝早日看到全国大赛大家是否也是这样想的呢?